這個公式 實際上在雲端白板上面就有了 雲端白板的話就是在一樣第五個單元 325 應該是第一頁吧 第一頁這邊其實有了 那我有詳細的敘述就是 怎麼樣把縱向一欄 變成橫向的四欄的過程 那這個對話這邊也有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看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點擊進去 那這個是我跟ChargePT的完整對話 所以我上個禮拜東西啦 至於細節這個我就不再贅述了 那剛剛的公式就這一段 有沒有 這麼長一串 這個看了真的簡直是很難的啦 OK 事於那個每一個函數 又哪一些怎麼使用 我想細節有興趣同意自己在了解 那我比較有興趣的是說 怎麼樣可以把它轉成VBA 所以我就把這個問題延伸 再請他怎麼樣 幫我把剛剛的這個什麼 撰寫為什麼 以Sale公式有沒有 幫我撰寫 以Sale公式的這個敘述 那請他改為什麼呢 請幫我撰寫VBA的Sup程式 因為我希望上面公式太難了 太複雜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改寫成 那個VBA的Sup程式 結果他馬上幫我產生這一段 那我就把這一段呢 直接貼上之後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段其實就是 把這一段 直接貼到那個一樣 Ctrl C 切到我們這個 範例裡面 那貼一樣啦 就是切到開發人員裡面的VBA 我先把舊的這個先關掉 這個範例先關掉 因為他比較容易混淆 OK 那關掉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呢 切到VBA之後 這邊的話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專案名稱 名稱的話其實就是檔案名稱 這個 那裡面你可以看到啦 這個裡面呢 有沒有Module 沒有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要增加Module的話 請你在這個下方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我這台電腦 好像有點比較複雜 它好像裝了一些東西 理論上這些東西本來沒有的 OK 那它因為裝了這東西啦 那如果你要加模組 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 所以這一段呢 有沒有 它的頭一定是Sub 尾巴的話一定是End Sub 所以你找到End Sub 然後把這一段呢 複製起來 Ctrl C OK 那這個也是那個 Trust V產生的 我只是把它Call到 我的雲端上面 然後把它貼上 OK 貼上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結果好不好OK 那當然因為我還需要另外一個按鈕 就是清除 所以清除的話呢 前面有寫過啦 這個我想差不多的方式 底下我已經有把它直接寫好了 Ctrl C好 直接Ctrl V 所以我就寫了兩個Sub 一個Sub的話呢 是清除 所以我先執行清除好了 先舊的先清掉 OK 那再來的話呢 重頭戲來了 上面這一段 實際上就是什麼 幫我分欄 分成四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Trust V有沒有這麼厲害 它完全可以理解我的需求 我的問題 那實際上這個敘述方法 我已經把它放在這上面 至於那個重點 上個禮拜有講到 實際上就是你可以把什麼 把你的需求描述一下 所以這個描述的話 至於什麼描述清楚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來揣摩一下 那我個人習慣是 我會看著這邊 有沒有 看著我的檔案需求 所以將B欄 B欄這個 B2到B33 所以你看一下 範圍是B2 底下應該到33 然後複製到D2到G9 所以這個你可以自己稍微拉過來看一下 然後呢 如果只要冒 這個是冒號部分的部分不要的話 如果只要冒號之後的資料 有沒有 然後 所以怕說它看不懂 所以我這邊加一個例如 這個還蠻重要的 有的時候 如果你假設這樣描述它不清楚 得到的結果一定是不正確的 所以呢 我就例如 入職時間 有沒有 然後這邊不是加一個冒號 取得後面的資料 它應該會比較正確 它就幫我把 這個程式給寫 所以其實你根本也沒講什麼嘛 有沒有 其實講的並不是說很多 但是它就全部幫你把程式寫出來了 OK 有點像翻譯有沒有 直接幫你把中文義式 翻譯成一個程式 讓電腦可以看懂 並且幫你把程式可以執行出來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直接按一下 游標只要放在這個Sub的任何一個地方 點一下 然後上面的話按一個執行 有沒有看到 結果OK 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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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沒問題 這個的話 沒錯 張揚 然後這個12354 哇 好厲害喔 什麼事都沒做 我只是把我的需求描述清楚 他就幫我把結果給做出來了 然後這邊的話呢 這個清楚 這個清楚比較簡單 這個清楚之前做過蠻多的 那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到底他幫我寫了什麼程式 OK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將來會用XGP之後 慢慢他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那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慢慢再去了解他如何寫 然後以後的話呢 你慢慢可能就比較知道 他有固定的規律喔 首先的話呢 你會發現我們有兩個範圍 所以他這個程式裡面寫出來的第一個 有沒有 他這邊有set src src應該是source的縮寫吧 src range 指的是來源的範圍 然後給他一個範圍 實際範圍就是b2到b33 那dst的話是destination 應該是目的 放哪裡 那這邊只有給一個d2 你想說 老師不是d2到g9 為什麼只有d2 他只要一個起點就可以了 那底下的話 實際上他就幫你寫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敘述是for each for each的話呢 就是幫你把這個b2到b33 這個喔 這個 幫你把一個一個的儲存個內容 抓到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這個變數的話呢 src裡面 他會先抓什麼 他會先這樣抓 他會先幫你把b2 所以他會先抓b2 b2的資料呢 會先放在哪裡 放在src 再下一個的話就是姓名這個 所以他會一直抓 所以b2到b33 總共會抓幾個 32個 有沒有 所以for each的話呢 指的是這32個的每一個 逐一的幫你把它抓出來 OK 那他做什麼呢 先幫你找一下冒號的位置 然後把冒號的位置後面的資料取得 OK 所以這個的話呢 再把你要的資料怎麼樣 把它call過去 而且trim的話是去除前後空白 不過這個trim的話 在這邊應該拿掉沒關係 因為我們前後還沒空白 它避免前後有空白 把它寫過去 那offset的話就是讓它往下 往右往下 OK 然後不斷的偏移 自動幫你把結果給寫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想細節再慢慢再去了解一下 OK 然後你說這個我實在看不太懂 你可不可以把程式放慢 我前方有講過嘛 增錯裡面不是有個足行 因為如果你直接按這個 它一下就完 就一下就過了 那你可能看不到細節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足行可以這樣子 就是直接 在執行的時候不要按這裡 你可以按F8 或按這邊也可以 按F8 OK按一下有沒有 那它會一行一行跑 那你可以呢 再把游標放在每個變數前面 它會顯示出那個變數裡面的狀態 這個其實就指的是這一個 OK 它就幫你抓過來 那這個sell裡面放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它就是第一個資料 然後幫你找到 這個的話 它裡面放什麼 這個得到5 你說為什麼老師 這個地方會是5呢 這個指的是它找到 這個冒號的位置在第五個 1 2 3 4 有沒有 這個位置剛好第五個 所以它做什麼事呢 它就用mid 如果這個大於0的話 等於0的話 等於是找不到冒號的意思 然後如果有找到 有冒號的位置的話 它就幫你用mid去切這個資料 意思是從第五個字開始有沒有 這個字呢 從第五個開始 直接把後面的資料取得 OK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切過來 然後這個裡面的資料 temp test裡面就是這個 那最後的話呢 它就幫你把它放在指定的位置上 有沒有 放過來 然後底下再做一些 累加動作 OK 那 next sale的話 指的是下一個的意思 下一個的話抓一下 下一個應該哪一個 下一個應該這個 劉央盒 所以有沒有要放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 sell裡面的話呢 它又換了b3的資料 意思得一推 反正就一個一個 然後讓它往下跑的話 它就會 有沒有 就會幫你把它放在這裡 一直在推 有沒有一個 你按一下f8 它就跑一下 按一下就跑一下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不想要繼續按 那沒關係 如果你不想繼續按的話 你就再按一下這個也可以 它就全部跑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是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公式 其實說真的也沒做什麼 只是說把它轉換成BBA的程式 在第二頁的地方 所以請各位呢 直接把這一段 這個sub 跟這個清除 call到這個 我們的模組裡面 試著做做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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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